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契 今天是9月29號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那今天要跟大家碎念的主題是什麼呢 不知道 因為相信大家聽到 看到今天的盤應該不想聽了吧 今天大跌了300多點 然後大家應該整個臉都很綠 跟大盤一樣的綠 所以今天要碎念是什麼呢 好啦我跟大家講就算今天大盤大跌 那可是還是要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大跌的原因 你總要你要死要死個明白嘛對不對 那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不管是在這個禮拜的PP文章 或是在前幾天的影片 都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這禮拜的壓力是比較重的 原因在於什麼 原因在於說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這個禮拜的基準價 可以看到這個禮拜的基準價 比起上個禮拜的基準價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禮拜壓力會比較大 那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還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講 壓力大的情況下 比較好的方式是指數能夠守穩 能夠守穩就好 我們不要強求他進攻 他能夠守穩就好 但是很抱歉 完全守不住 可以看到今天 今天怎麼樣大跌了300多點 那像是這種狀況 其實你看今天這一根下跌 還是一個什麼 還是一個價跌量增 而且破了5日均線 昨天的指數還在5日均線上 但今天直接跳破了5日均線 好吧 我只能說這個盤 就是大家多保重 沒有啦 就在還沒有站回5日均線之前 其實對於這個盤的想法 都還是偏向是比較弱勢的 畢竟我們知道說 5日均線就是短期一個 我們觀察的指標 如果股價有站上5日均線 就表示說他目前還是什麼 還是一個上漲的情況 那如果股價跌破5日均呢 那你就要小心說這個盤會不會轉弱 所以說其實配合上 我們剛剛用周線圖來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這個禮拜的壓力會比較重 還有下個禮拜 所以說指數比較好的情況是守穩 但他今天卻沒有守住 那為什麼守不住呢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幾禮拜 真的是事情真的有夠多 你知道 首先在上個禮拜 中秋節的時候是恆大事件 對恆大事件弄了一下 然後大家嚇了個要死這樣 然後後來又傳出什麼 中國限電 這個中國限電這個東西 大哥先講一下 晚上的PP文章 我會來教大家怎麼去觀察 中國限電 然後又搞亂七八糟 然後昨天美國股市暴跌 大家想說奇怪 美國股市為什麼會暴跌 還記不記得在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 你要關心的三件事情 過去現在未來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跟大家講 過去是恆大事件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 不需要太過在意 現在什麼 那時候提到是FOMC的會議 我剛剛說FOMC的會議 其實也還好 還是偏向隔開 但是這個美國債務上限 才是大家最需要關注的 到底這個美國債務上限是什麼東西呢 我把它翻成白話文跟大家講好了 所謂的 美國債務上限 就是沒有通過呢 美國政府會關門 沒錯 你不要懷疑 美國政府會關門 歷史上有沒有發生 美國政府關門的情況 真的有 還真的有 好像印象通常關了一天還兩天吧 反正美國政府就是真的 錫燈關門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的股市其實也是大跌的 但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 美國政府有可能無限制的關門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對 他了不起給他關個幾天受不了 OK 大家放假放回來 該上班了好嗎 所以說其實 以這一次的利空 我的想法就是說 美國股市的 美國政府的關門 其實就有點類似就是 就是 比較不像樣的利空啦 但是其實是 市場上針對這一件事情 還是會 把它偏向利空來看待 因為大家不知道說 美國政府究竟關門會關多久 我這樣講 美國政府關門的時間越長 影響GDP的時間就越 影響GDP的比重就越高 所以說大家現在最疑問的 是說你美國政府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就是順利的打開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美國政府他們的債務上限 也會影響到他們的還債計畫 所以說之前 好像那個美國的公債吧 就有被調降平等 調降平等什麼 就是說你美國債卻 不再那麼值得相信 值得信任 所以這個也是個利空消息 但是 這些利空消息對於股市來說 它算是一個長期的影響 其實真的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 真正影響股價的關鍵 它是在於整個基本面的部分 那只是市場上對於這些利空 你看又是恆大 又是中國限電 然後美國又要關門 大家對於這些利空 會有恐慌的情緒 說恐慌情緒 就會造成股價下跌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 美國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 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是飆的怎麼樣 非常的高 看到嗎 公債殖利率是飆高的 公債殖利率飆高 其實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要把圖縮小一點 今年年初的時候 2月份3月份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狀況 有沒有發現 公債殖利率同樣在那個時候 開始往上飆高 所以那時候往上飆高 然後大家引發什麼 通膨 大家覺得通膨要來了 你知道嗎 市場他們會引發這個 所有的通膨疑慮 所以公債殖利率飆高 會讓大家市場覺得說 通膨這麼高 那通膨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它會不會影響到 美國聯準會的政策 可能就會 但是還記不記得 有之前跟大家說過 通膨 它不會是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 你知道嗎 通膨不會是個主要的影響因素 只是說在公債殖利率飆升的情況之下 市場就會自動去做這樣子的解讀 那昨天影響美國股市下跌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個在什麼 美元指數 其實美元指數跟公債殖利率 這兩個東西是我非常非常 建議大家一定要盯著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 我這樣講 美元指數非常的重要 你去想哦 資金就是一個悄悄板 如果資金從台幣流出去 那它可能代表說 它可能跑到美元 美元變強 你看哦 台幣流出去 美元變強 人民幣流出去 美元變強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推動一個國家的股市上漲 它的動能是什麼 資金 如果這個市場沒有了資金 你覺得它基本面再好 誰會買 沒有錢 沒有錢去買 懂我意思嗎 是沒有錢去買 所以說其實 我們為什麼會看 新台幣的走勢 為什麼會看美元的走勢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要推動這個股市上漲 你需要的是資金 但現在很明顯 資金跑到誰身上 美元 跑到美元身上 所以說 其實可以看到 如果以整個全球股市來說的話 美國的股市 好像相對較強 反而是新興市場 像台灣今年走就不怎麼樣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因為美國是今年才開始復甦 台灣是去年就復甦了 應該說台灣根本就沒有影響 所以說這個是兩個 最大的不同之處 那我這樣講 那大家會問說 那這個東西 這個利空會影響很久嗎 說實在話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關鍵是在於說 美國政府 共和黨跟民主黨 他們什麼時候能夠握手言和 你知道嗎 就他們什麼時候能夠達成共識 那在 10月中的時候 如果他還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話 那可能就再繼續言下去 但我個人覺得那個機率應該不大 因為你說 如果就像 台灣的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 兩個在怎麼吵 而且法案還是會通過 那尤其是現在是 民主黨還是佔大多數的 所以說其實 這個政策 你說要被卡很久 我個人覺得機率 機率是不高 機率真的是不高 只是說短期 因為 太多利空事件的影響 所以造成了股市的下跌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所難免 那只是說下跌的過程當中 那你還是要去 你要不要可以選擇去 避開這些股票 那當然你要去做空 我也是沒有什麼意見 只是說你要小心 就是今年做空好像都不怎麼一樣這樣子 只是說在最近的操作 像 之前跟大家提到關於什麼 像是比如說 重災區的像是 像星星 或是像是 南電這一類型的股票 或是像景碩 就是你看到它因為卡到什麼 卡到中國限電淨利 所以說這些股票好像今天也都蠻慘的 那其實像最近就之前講到的 投信 買很多的股票 像什麼 創圍 或像什麼 威風電子 那你會發現說 今天的資金 它就很明顯在什麼 在調節這些高檔的股票 那反而是像什麼 比如說 友達 群創 友達 或像什麼 南亞科 你會發現說 怎麼這些在低檔的股票 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動靜 對這些資金就 怎麼樣 在賣一些高檔的股票 然後去買這些是 已經跌過了股票 所以說其實以現在狀況而言 就是 你說資金有沒有流出 我覺得是有 那它跑到誰身上 它跑到這些 位階比較低的股票身上 所以說最近才跟大家說 就是你針對那些 就是PCB族群 就是有跟中國限電禁令有關係的 股票 我會先建議先避開 因為我覺得說他們 你不知道中國這個限電的禁令 到底要進到什麼時候 你不知道 有人說進到這個月月底 有人說進到年底 都不知道 反正這個東西 其實我在晚上的文章 會來跟大家做解釋 只是說在最近操作上 就是像譬如說 大家我舉個例子 像你看像 銅碩這一檔股票 去看一下說 它有沒有像這種 跌破均線的情況 如果這種跌破均線的情況的話 那你就要稍微 小心一點 這樣OK嗎 就是用這樣子來判斷 好啦 那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就大家到這邊拿 那只是因為說 因為今天 錄製的時間比較趕 因為下午就上節目嘛 那反正跟大家講一下說 今天股市為什麼會下跌 就是因為美國政策的影響 那只是說 在之後我們應該做了 應該想的東西是 我們應該是把手上股票先停損嗎 還是往繼續續爆 如果說有那種均線跌破的情況 那當然你可以先退場觀光 那如果是說 整個環整個線型還沒有被破壞掉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繼續報 只是說最近的操作 還是稍微小心一點嗎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之後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內容喔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小鈴鐺